乳癌案例 2019年的3月 就打個電話到了基金會 基金會就幫我們安排八週的體驗 每個禮拜四來到基金會裡面 很多志工們都在熱情的付出 讓我們很感動 我們在學習體驗的過程 學習到了正確的按推的技巧 也了解到溫膚的重要性 也注意到溫熱性飲食 對我們的幫助 更可貴的是 它鼓舞了我們去做爬山的運動 八週裡面 我們很不間斷的注意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 我們體力也慢慢的變好了 學習點的這樣的理念裡面 正確的按推、溫膚 加上溫熱性的飲食、爬山的運動 變成了我們這段時間裡面的 一個生活的習慣 體驗已經結束了 我們的體力變好了 疼痛也消除了 內心也很快樂 現在我太太她每天只要好天氣 她一定很快樂的去爬山 累了、口渴了 她就喝點薑湯 在休息的時候 就拉拉筋、活動、活動 所以走在山上的步道 她都非常的放鬆 早上的活動結束就回到家裡 被我們人工手說自己進行的按推 自己做熱膚 過去我們很少去碰觸到辣椒、薑片、胡椒 這一類溫熱性的食物 我們的女兒也很訝異 因為我們家現在最近 怎麼吃起這些溫熱性的食物呢 要睡覺的之前 我們都調配了薑和泥 就來按推我太太的前胸部 跟後的背部 告一段落以後 睡覺前就熱呼 落袋來上下覆蓋著 然後就睡著 一覺到天亮 我幫忙按推我也一覺到天亮 碰到我們 那不是很常見的朋友 看到我太太就說 看起來氣色很好 朋友打電話來跟我太太聊天 關心的時候 我剛才講話的聲音是很有氣力的 四個多月來 我們在原始點所學到的 都應該是已經帶給我們的成果 很感謝你有這個機會 把原始點的人 理念跟我們自己的案例 來跟大家做個報告 謝謝